在亚洲方面的会议结束之后 新西兰员对其他的主要货币延续着它的跌势 新西兰最新的数据显示 奶制品价格下跌 消费者价格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我是希腊的麦克拉弗林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回顾 随着奶制品价格的下跌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经济几乎不存在增长的趋势 新西兰的经济似乎被一些东西所拖累着 除了这些 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公司横天然 不得不解雇500名员工 由于全球牛奶价格的持续低迷 TD证券的一位分析师 谈论到纽约说道 我怀疑新西兰的经济正在挣扎中 增长法力从2010年以来 一直处于全速的前进中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我们将会看到 2.5%或2.75%的增长 如果在未来12到18个月里 我们可以看到回升的趋势 那么我认为并不是陷入到了地迷 这是正常的商业周期 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 全纸奶粉的价格的下跌 跌幅为13.1% 至每吨1848美元 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最近的恒天然集团宣布辞退 523名员工而引起的下跌 这一举动将为该公司每年节省出6000万纽元 恒天然集团的合作事务主任赫利说道 全球乳制品市场目前的供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 全球需求量不足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这就使得来自于新西兰 澳大利亚 欧盟和美国的供应 出现了巨大的盈余 主制品占新西兰商品出口的29% 然而这对于一些新西兰人来说并不是坏消息 TD政权认为 普遍预期新西兰央行将会在下周四降息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动 通过2014年的加息 保证了其通胀的稳定 以及在澳洲的领先地位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 通胀只有一次在2%以上 那是在2010年增加销售税的时候 与澳大利亚央行相比 新西兰央行可能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降息 它也不会像加拿大央行那样带有很强的外部冲击 新西兰经济和公共政策智囊团认为 乳制品价格的下跌只是昙花一线 我们可以预期到乳制品价格在中期内恢复 要得益于亚洲市场的需求的上升 政府仍然要将重点放在预算与市场的相结核上 渐进式的改革 新西兰经济最大的问题长远来看不是乳制品 是房价问题 奥克兰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供应限制问题 迫切地需要去得到解决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冈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